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Gorex Timepiece GTC 4的小高 那今年SACOF5SPORT2023年已经来到55周年纪念 那今年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年 2023年他推出了这个 就是从来都很少见的 这个跟这个李小龙Bruce Lee联名 Crossover所推出的这个SACOF5SPORT Bruce Lee的这个限量版 在这边有可能不知道的朋友们 小刚要讲一讲 这个李小龙大哥 他在他人生中 真的确实是 就是一直都有在 很多啦 我们在大荧幕上面 甚至很多照片上面 都有看到他 确确实实真的是拥有过 也带着很多这个进攻 这个SACOF5的这个手表 没有看表之前 小刚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开箱 你可以看到他整个表 非常的特别 就像好像那种 很有中国风的那种设计 那是一只皮革的那种手感 而且你打开之后 里面龙布的那些部分都是有这个龙的这种图腾的 非常的霸气 一开就是 然后他是有附了多一条黑色的这个皮带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是他这个黑色皮带的底层 就是虽然看不到啦 可是你把那个表带翻过来底层那边 他是有白色的这个 这种好像印上的这种龙的这种图案的也是一样 那他搭配的是最主要就是这一条了 这个黄黑的这一种迷龙的这条表带 哇就跟他这经典招牌的这种服装啊 他这个李小龙哦 在电影上面我们经常看到 那把表一拿上手之后呢 你会第一眼就是看到 哇整个这个表盘 跟这个表圈哦 都跟以往的这种sacrify sport哦 这种进攻的这个超人舞哦 真的很不同啊 那整个表圈你看非常显眼 他写着以无限为有限 以无法为有法哦 那当然这个表圈还是一样可以做旋转的哦 那再一就是他表盘 你会看到非常的特别哦 就是用了这种黑搭配这种金黄色的这个主题 来呈现这个表盘哦 你会看到他自己印上了这个也是一样哦 有这个非常生动的这个龙的这个图腾啊 这个图案哦 那这个龙确实他雕刻啊 做的非常的生动啊 这一条龙小刚放大啊 让大家看一下哦 而且他整个做工啊 那个出来的那个质感哦 非常的漂亮 雕刻在表盘的那只龙了 真的是虎虎生畏 所有的刻度呢 石标这些都是用了全黑的哦 那在在框上他这个 金黄色的这种框啊 还有秒针 还有这个十分针都是一样的 用金色的这个框 那还有整个表克都是一样做了这个 全黑的这个处理的哦 是一个不锈钢的这个表克 那在规格方面呢 他也是一样一个42.5mm的这个表克 哦 他的这个表耳到表耳是46mm 厚度也是大概在13mm左右哦 也就是和我们一般 啊 就是普通版的这种 进攻sacify sport是一样的这个规格 然后表带是用了这个22mm的这个表带哦 而且他也有一个非常实用日用的这一种 100米的这个防水 那来到表背哦 你一转过来呢 也是一样哦 表背他也是做了全杜黑的哦 而且他中间哦 就印上了这个哦 你看到哦 非常这种有八卦的这个图案 而且也是一样哦 这个以无限为有限 以无法为有法的这个字哦 刻在上面哦 这个他也是一样有印上了这个限量版的这个号码 那他是全球限量一万五千只哦 机晶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啊 跟这个普通版的sacify sport是一样 用这个4R系列的这个机晶哦 有这个日期的快调 星期的快调 那有日期星期的这种显示啊 秒听的功能哦 动力储存也是高达超过40个小时这一些啦 非常耐操耐用的这个机晶啊 有秒听的这种功能 大家都不必去担心哦 有什么朋友入手的 让小刚知道一下哦 听说这一支表现在确实真的很火热啊 留言在下面让小刚知道一下哦 如果你买了之后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